新闻特写 年年清明年年纪老山精神涌传承 请点赞订阅 谢谢 清明时节 草长英妃 清明季嫂 既是对国家英雄的缅怀 也是对家中逝去亲人的思念 清明节前夕 烈士王健川的家属来到麻利坡烈士陵园 申请祭奠用生命守卫这片土地的王健川烈士 王健川烈士牺牲于西南边境的一次战役中 其世纪显为人知 王健川 1964年10月出生于云南省燕山县者 辣乡的一个农村家庭 壮族 家里兄弟姐妹共六个孩子 他排行老二 1984年1月 19岁的王健川入伍参军 成为陆军第十四集团军援四灵师 118团35207部队 步兵一营三连的一名战士 1984年4月28日 年仅19岁的王健川 在西南边境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 后被追记三等功 在王健川烈士的墓碑前 王健川低哥哥 弟弟妹妹摆上王健川生前最爱吃的食物 点支烟 敬杯酒 华青献上花 帮他擦擦脸和他说说心里话 祭奠仪式简洁又不失庄重 王健川哥哥 王健光 他就是比较诚实 一个是很踏实 很诚实 积极向上的一个小弟 平时在家里面 他对家里面的方方面面都很敢于担当 所以从他去部队以后 在我们的心目中是我家的顶梁柱 他为国捐躯以后 我们都很想他 王健川弟弟王健松 从小他就很有一种担当的感觉 父母对他的评价就是这样很踏实 做任何事情很踏实 有这么一个哥哥 肯定感到骄傲 但他的逝去也给我很大的悲痛 在哥哥王健光的记忆里 弟弟是个懂事 他是的孩子 在那个年代 家里生活比较困难 他到部队当兵就如家里的顶梁柱 而且在部队时经常会往家里寄信 信一断 家人就慌了 他立即从燕山来到玛丽坡寻找弟弟 但最终都没有找到 后来得知弟弟王健川牺牲的消息 王健光伤心之余又觉得骄傲和自豪 王健川低哥哥王健光 是我们王家的榜样 他为国捐躯 为边疆的巩固和稳定 保家为国 虽然他牺牲了 但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年年我们都来寄扫扫墓 王健光与弟弟王健川相隔两岁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在采访中 王健光眼含热泪地告诉记者 自从弟弟牺牲后 原来一起干农活的场景 从小玩耍的场景 经常会在他梦里出现 王健川哥哥王健光 我的亲兄弟就是小时候 他都活蹦乱跳 或者是在老家玩耍那个场景 久不久还是会梦见 入伍后的王健川 把每天训练的药领和心得 写进了自己的日记里 密密麻麻的自己 还画满了红笔座的标记 我决心在这场战斗中 不怕苦 不怕牺牲 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 在这封决心书里 王健川向党组织 做出了庄严承诺 三个多月后 他19岁的青春 永远定格在战火硝烟中 自王健川牺牲后 王家就形成了一个传统 全家老老小小 不管是在哪里 每年清明节这一天 都要到麻利坡烈士陵园 为王健川扫墓 王健川弟弟王健松 每年清明节 我都邀约家里面的所有亲姊妹 还有小侄和我的子女 到这个地方来探望他 每到他的身边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 很悲痛 过去的烽火岁月 王健川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 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 祖国利益高于一切 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无私奉献精神 时光流逝 三十多年过去 很多记忆已经模糊 但对于王家来说 却让他们更加明白了牺牲与奉献的意义 王健川弟弟王健松 为祖国奉献了他年轻的生命 我们作为烈士家属 一定要把这种精神传承好 为祖国多做力所能及的事 王健川侄子王诗阳 来探望我二国的时候 心里面想要对他敬个礼 在了心里面很多想对他说的话 但是到了这里 其实只有无尽的思念和瞻仰 现在我是一名住村工作队员 所以也是希望他的这种精神影响着我 让他的精神鼓舞着我 带着动力去工作 风起正清明 我们慎重追远安放思念 一往昔争容岁月 无数英烈为国捐躯 从王健川身上我们看到了 不畏生死 不屈不挠 不可战胜的力量 我们要以王健川烈士为榜样 让我们的不怕苦 不怕亏 不怕累 不怕死 得老山精神代代相传 便打算 不怕亏